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也不那么麻烦啊 我们就偷四次 这样的话没偷到我们就读档 然后这样反复的来进行尝试 虽然它概率只有3%啊 但是我们也是能拿到的嘛 对吧 只要你脸不是特别黑啊 反正我也是一会就拿到了 然后这边的话偷了四次没偷到啊 那我们就回到主界面 然后再读一下刚才的档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如果你在别的城镇啊 你离家比较远 这个游戏是有这样设定的啊 应该说蛮多RPG游戏都有这样设定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传送到去过的城镇啊 这样的话 比如说你在别的城镇啊 但虽然之前来过这里 但是你不想跑回了啊 其实它是可以传送的 在世界地图上 选定那个城镇就可以瞬间回来 那么在我们无数回答过老爷爷 你到底是丢的金斧头还是银斧头的这个问题之后啊 老爷爷终于信了我们的鞋 把金斧头给我们了啊 可以看到这个斧子的属性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对于一个前期的队伍 给一个钥匙拿上这个斧头啊 它就不是钥匙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战士 OK啊 这就是今天这个关于金斧头获取的一个简单的攻略小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帮我点个赞 顺便逛着我的频道蓝色橘子 祝你在八方旅游的世界里旅途愉快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咯 拜拜